字幕提供 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司令 今天是6月1號星期三 再過一天 就是端午節連假 雖然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非常的冷清 可能很多人都也沒有辦法 就回那個家裡去團圓 但是我在這邊還是先預祝各位 端午節 佳節愉快 那明天還有一天 在端午節前你應該要做什麼 我這邊節目測標寫得很清楚 你要做什麼 把你的股票清一清 把你的股票趁反彈 清一清 為什麼 就像佳偉老師昨天講的 我說佳偉老師最擔心最害怕的五月份 因為五月份會反彈 台股的表現也不過如此 台股在五月初的時候還在跌 對不對 可是你去看那個歐美股市其實 尤其是歐洲股市五月初就在反彈 那我們的台股呢 用最後的四天 三天啊 你看上禮拜五 大漲297點 禮拜一 因為說上海要解封 推了3000億的經濟措施 再漲344點 瘦最高 昨天 其實本來 就直接開低了對不對 5月31號 對不對 就直接開低喔 代表的是 這個就利多出鏡了嘛 可是為什麼尾盤又會直接往上衝 因為MSC啊 因為MSC啊 就這麼簡單 好 所以昨天 再拉197點 加權指數 直接利用三根紅K棒 你看喔 我用這個看比較好看 如果你看喔 我把這三根紅K棒遮掉 你剛剛看到那三根紅 台北股市是不是很醜 是不是很醜 我相信看到這樣的走勢 可是喔 來 一天 兩天 三天 哇 這怎麼能不做多咧 對不對 但是你要知道 這三天為什麼上漲 這三天到底為什麼上漲 上海要解封啊 MSC要調整啊 是不是 那你去看今天6月1號 上海解封啊 看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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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6月1號 上海解封啦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台幣強力貶值 美元大幅升值 上海股市跳水 那我問你啊 這三天反彈是給你幹嘛的 逃命的啊 所以你看喔 佳偉老師的節目是1點25分 我做在這裡喔 基本上 我剛剛打開這個 轟天雷之前 上海股市應該在這裡 對不對 1點半才開始嘛 對不對 我沒有偷看嘛 我一打開之後 哇 直接跳水 今天是6月1號 上海解封 所以我跟各位講喔 其實你看昨天喔 你看 昨天德國股市下跌1.29% 法國股市下跌1.43% 你說教育老師 德國股市 法國股市 下跌這麼一丁點 有什麼好在意的 我問各位喔 俄烏戰爭在哪裡開打 在歐洲開打 對不對 那 制裁俄羅斯 制裁最兇 然後呢 在經濟受害最深的是哪些國家 就是英國法國德國這些國家 對不對 可是你去看他們的走勢喔 你去看他們的走勢你就知道了 這個是 今年2月16號 俄羅斯開始入侵 2月24號 正式開始軍事行動對不對 好 從這裡開始 德國股市從這裡開始 均線糾結空頭排列 後來一路往下跌 跌到3月初 跌到3月初 對不對 3月初台北股市3月初在這裡 跌到這裡 就是跌到這一個 德國股市跌到這一個 這一個 3月8號這裡 你看喔 從3月8號開始喔 德國股市是這樣子反彈起來喔 他甚至反彈到4月初的時候 還差一點 過了 這個德國 那個俄羅斯開始軍事行動的高點 你說哇 所以嘛 在這個整個345這3個月裡面 基本上 整個歐洲 就是 在進行一個大規模的逃命反彈 因為 年線 半年線 季線 月線 十字線 呈現均線糾結 這是一個超級大空頭 可是超級大空頭 短線急跌 不可能天天跌 他一定會有一個逃命反彈 那 也就是這個逃命反彈 會把 投資朋友麻痹 會讓你誤以為沒事 對不對 那你看這5月啊 這5月份啊 5月份 德國是從5月初開始天天反彈 所以你說教育老師怕不怕5月 我怕 我每天在看歐洲股市 歐洲股市天天開紅 而且幾乎還收最高 為什麼 因為他的第六輪制裁被 匈牙利反對嘛 他要制裁俄羅斯的原油嘛 匈牙利說不行啊 我80%是靠俄羅斯啊 對不對 所以不行啊 所以就擱置了 擱置了 所以資金就回來了 你不會制裁俄羅斯原油 所以我們就反彈了 我之前是不是跟各位講 你越制裁西方國家跌越慘 對不對 今天有一個新聞 今天有一個新聞 我看的很好笑 歐盟放大絕普丁接招 年底前斬斷九成俄羅斯的原油 意思就是說 來來來 我放大絕 我們打過電動 現在傳說對決 你都要扣大招嘛 對不對 你都要扣第三招 扣大招嘛 我放大招來你接招 意思就是說 你俄羅斯會很慘 到底誰會慘 我從三月初我就跟各位講 到底誰會慘 你這個經濟制裁 經濟制裁下去 到底誰會慘 是西方國家的人民會慘 西方國家的經濟會慘 還是俄羅斯的經濟會慘 油價上漲 俄羅斯是賺翻啊 油價上漲俄羅斯是賺翻啊 人家俄羅斯是降息3% 3%是300碼 你美國的GDP是負的 昨天德國的通膨創新高 GDP也開始變成 準備要變成負的 你再制裁下去 到底是誰受苦 很多人說 我跟你講普丁哈哈笑對不對 俄國人民受苦 真的拜託你多去看一點國際新聞 你不要再去看那種台灣寫的那莫名其妙 還有人寫說什麼 英國的有一個小報還寫說 整天寫說什麼 普丁早就已經患阿茲海默症了 還有上禮拜寫更誇張 普丁已經死了啦 現在你看到的普丁是假的啦 是贏武者啦 我跟各位講你在看這種新聞 我保證你輸死 真的啊 你自己去看一下俄羅斯的人民的支持率 對普丁的支持率高達80% 你再回頭來看一下 拜登支持率幾% 早就跌到30幾%啦 你懂我意思嗎 不是今天家衛老師 停什麼俄羅斯喔 我當然希望 俄烏戰爭趕快結束 像譬如說昨天有個新聞 我就很生氣 我看了我就很生氣 拜登說要 給那個終於在今天早上 應該說今天早上的新聞 拜登終於要提供給烏克蘭火箭 但是他跟烏克蘭講好 我跟你講喔 我跟你講喔 你這個火箭齁 你不能夠射到俄羅斯的本土去喔 不行喔 你只能 用在你烏克蘭今天 就是說你的火箭是中長程火箭 你是可以直接打到俄羅斯的腹地去了 對不對 這樣你俄羅斯才會痛 美國說喔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我提供你這個武器喔 這是殺傷力武器喔 但是喔 你不能打到俄羅斯去喔 你只能在你家用喔 這什麼意思 因為現在的俄羅斯軍隊節節敗退嘛 他的意思就是希望俄羅斯跟烏克蘭尼打久一點 他又不希望俄羅斯太痛 第一個俄羅斯可能會 就跟美國翻臉 他很怕 對不對 第二個 如果俄羅斯真的退了 那拜登的如意算牌也不用打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就說喔 你去看喔 等到5月30號 是不是說禁俄羅斯原油 這我也先跟各位講了嘛 好 反彈結束 昨天 股市開始下跌 對不對 然後 昨天晚上 我也跟各位講說 那個 昨天晚上那個 聯準會 對不對 拜登要跟鮑威爾 討論 葉倫還要與會 討論什麼 討論通膨問題 他不是討論就業率的問題 我問你央行跟聯準會 他們是兩個重要任務是什麼 一個是維持經濟 維持經濟看的是什麼 就是失業率 第二個 就是維持通膨跟貨幣 他現在根本不理你失業率啊 他認為美國的經濟很好啊 他要的是通膨 對不對 今天早上不是講嗎 拜登 那個 那個 葉倫 有沒有 葉倫說他這個承認錯誤 有沒有 承認的錯誤 本來啊 去年就應該升息 我跟各位講 這就是民主國家的一個弊病 你知道嗎 為什麼去年美國經濟超好 GDP6%7%的時候不升息 為什麼 因為 我比你 對不對 我今天我拜登上任 我就是比你川普強啊 你看 對不對 就是為了要 你懂嗎 意氣之爭嘛 然後等到現在要選舉了 我要死啊 對不對 通膨 從原本去年 我就給各位看過 本來4% 4%你就該升息 4%就很恐怖囉 4%已經超過他原本預期的2% 他還跟你講 沒有這暫時的 下個月就結束了 就像現在的Fed一直講說 能源跟食品的上漲是暫時的 你信他們這種鬼話 你覺得能源是暫時的嗎 油價的上漲是暫時的嗎 台灣沒感覺因為中油動漲 對不對 所以我說 很多的事情慢慢都在發生 對不對 台北股市最後跌多少 132點 收最低 收最低 今天是6月1號 對不對 那你再來看看個股 來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禮拜一的時候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說 上海砸3000億人民幣 這等於是 中國大陸在放錢 你有沒有看到 俄羅斯在降嘴 中國大陸在放錢 反而是西方國家一直在升息 因為通膨爆掉 他放錢 先不論台北股市會不會受賄 你中國大陸股市總要受賄 尤其他5月PMI還這麼好 5月他 中國大陸在封城他PMI還這麼好 結果咧 他放了錢 我說什麼 利多出境 利多出境 所以你6月一定完蛋 來 今天正式 時隔65天上海驚起全面性的解封 我剛剛給各位看 這是上海股市 今天解封 跳損 3000億舊經濟 跳損 台幣貶值 人民幣貶值 美元升值 那我們來看個股 解封最大的受賄股是誰 PCB嘛 對不對 這我們的空單 3037 星星 對不對 這我們的空單 3189平數 8046南電 2318今天有外資調升平等 對不對 2368 影像電 開高走低收最低 你覺得 對不對 這是不是教育老師跟各位講的利多出境 所以 上海放錢 的利多出境了 美國緊接著 對不對 連拜登都講了嘛 通膨對我的 年底選舉最重要 所以你要拼命的打通膨 現在歐洲的通膨也爆掉了 歐洲也要打通膨 德國的那個通膨率8%多 最快下個月開始升息 所有的利空 來 經過了一個逃命反彈之後 這德國嘛 歐洲經濟最好的國家嘛 經過了一個逃命反彈之後 對不對 接下來又開始崩堤 經過了5月份的反彈 你看台股有多弱 對不對 人家連德國都在反彈 我們台股之後 最後的時候才反彈一點點 那我問你 你明天要幹啥 明天等著吃粽子 還是你明天應該要把 股票 調整一下 換成現金 大災難要來了 我還看到 一堆人在歌舞生平 還以為這裡要回生 我看了我真的是覺得 可笑 可笑 笑死 空投大屠殺 這 只是 剛開始 下一節段回來 我們來講講我們國內的狀況 總是講國外 我們來講講我們國內的狀況 我們國內真的沒通膨嗎 我們先進入廣告 大家回來 謝謝 謝謝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尘头投赴 值得托付 0R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我再说一次 股市的这个完美风暴 不仅没有解 而且越来越严重 其实西方国家可以解的啦 只是他都一直要制裁 而不愿意去派兵去做对峙 你如果派兵去做对峙 教会老师认为 俄罗斯一定会怕啦 一定会怕 他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对这么多个国家嘛 可是你如果都要用经济制裁 我再说一次 不是俄罗斯会倒 可能是你西方国家经济会受处 欧盟放大绝普丁接招 对不对 哦好可怕 对不对 他的原油 你西方国家不要 有人要 有人要啊 印度进口俄罗斯原油 三月三百万桶 四月七百二十万桶 五月高达两千四百万桶 那也就是说他进了俄罗斯原油 他就 可以消减西方的原油嘛 对不对 六月预估就是两千四百万桶 这样一路下去 我请问你 你美国敢拿印度怎么样 印度有核武有航武 美国道德劝说半天 我管你 四月就去劝说了 我五月进更多 两千四百万桶 整整多少 多少 八倍 从三月的八倍 懂意思吗 然后现在德国通膨率 创7.9半世纪以来新高 ECB最快下周升息 全球 他讲的全球 他讲的全球是讲西方国家啦 他讲的全球是西方国家 不包含俄罗斯跟中国啦 人家俄罗斯跟中国在放钱啦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看嘛 俄罗斯 中国印度加伊朗 是不是嘉卫老师之前讲的 陈吉思汗联盟 好 所以 这个是国外的状况 我们讲讲国内的状况 很久没讲国内状况来 国内五月要公布PMI 其实这个台湾的这个景气讯号啊 很多都没有在注意 之前什么黄蓝灯啊 什么现在都什么景气都下到绿灯了 经济下修 对不对 经济下修 出口反转 对不对 这个授钱业禁值蒸发 万元这我都讲过 那台湾之所以 你觉得通膨的数据不大 是因为我们油电动涨 对不对 中油已经累亏多少 57.6% 资本额快亏光了 结果呢 现在说六月还不调升 对不对 四个字 满是无奈 满是无奈 你说通膨数据2%多 真的我们没通膨吗 我们看鸡牌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这是派克鸡牌 他说80块只是打平 你不相信 哎呀灌老板 对不对 奸商 你去市场买买看 你就知道肌肉涨多少 现在连Costco 里面的东西都一路往上调涨 你如果有加入Costco那个社团 你就知道 我其实没什么概念 因为我去Costco买东西 我从来没有在看价格的 因为 只是我觉得他有很多好东西 我喜欢比如说鲜奶啊什么什么 我喜欢我就买 我没有在看价格的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 你想想看 是不是好 我之前跟各位讲 欧美的消费者购买力下降 所以电子砍单是好来的 从之前的下游的notebook 手机砍到半导体 现在是不是NVIDIA的库存 也压力大增 所以它的新款的 显示卡要延后上市 你旧的没有出清 你新的上市 你旧的还要卖吗 可以卖 大幅度降价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嘛 你看这些美国的这些零售股 为什么会拼命跌 连好事多都拼命跌 为什么 WRMA都拼命跌 就是人民会降低消费嘛 欧美作解 对不对 好 我讲了这么多 我是要跟各位讲什么 来 接下来我们要公布那个 5月营收 对不对 我说接下来从5月份 从6月开始公布5月营收 以后就有得瞧 为什么 我举一档股票为例子 这个是 绝对是营收最好的公司 叫做长柔 对不对 长柔营收好 这个大家全世界都知道吧 你是我知老天爷都知嘛 对不对 好你看喔 来来来 他4月份营收 56199 YOY跟去年比成长一倍 102.52% 我们假定 佳卫老师 我是认为说 他接下来营收是会衰退的 好我们假定他接下来营收都不衰退 他会维持在56199每个月 那你知道他的YOY会怎么变化吗 来 他去年是不是34422 来导播这里帮我放大 这一块帮我放大 好 对不对 假设他的5月营收不变 6月营收不变 7月营收不变 8月营收不变 都一直维持在这个高档 他的年增率会变成 63% 49% 22% 12% 7% 10% 8% 这是他维持在高档的情况 如果按照马斯基 他们讲的 下半年运价会崩盘 那这个就不是红字了 这个很有可能就会变成绿的 YOY 连YOY 对不对 那 你月增率一定是减嘛 YOY都会变负的 也就是EPS会下修 从原本的本益笔下修 组节 初跌段是本益笔下修 原本本盟笔变成本益笔 本益笔再觉得不合理再往下修 这是初跌段 初跌段就是EPS下修 所以我说啊 我举最强的公司给你看哦 对啊 我没有占各位便宜哦 覆巢之下无完卵 空头大屠杀 这只是刚开始 端午节感恩回馈倒数一天 明天倒数一天 对不对 是端午节前一天 你要做什么 赶快把股票换现金 我们明天见 本投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